网购潮来势汹汹 那宾州天然绿色组织的主席张顺庆认为 现今的生活可以说是离不开网购 但我们依然有责任妥善地处理这些包装材料 然而大部分的商家是为了避免商品 因为运输过程中损坏造成争议和退货的麻烦 都是里三层又在外三层的增加防护 导致包装材料增长 而这些塑料泡沫和胶带都是大自然难以降解的 为此就有一群人想尽办法要回收这些包装材料 再转送给需要的商家 造就了一个绿色的循环浪潮 哇 这个很累的经历 转送了 哇 这个位置都跑下来了 可以在循环使用东西就尽量就是延长它的生命 增加它的使用次数 目的就是要减少制造垃圾 所以我们都会尽量希望它们保留在完好的状态 不忍无法回收的包装材料 只使用一次具备堆砌 拥有同样环保里面的红艾薇和叶妍营 创立了二手包装材料脸书群组 召集有意提供包装材料的民众和接收包装材料的商家 确保供给和需求 为了方便收集包装材料及减少碳浮肌 也设立了几个回收定点 当中包括磁济环保健力站和领包装商店 我们会选择比较干净的 比较整齐的 然后我们会摆起来 不要让它肮脏 花一点时间我觉得是应该 难得有新人要这样做 我就很落力的自主 因为它很遂合我们的理念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注重环保 然后循环食用 事业包装很多的时候 材质还是很好的 重复用三五次都没有问题 艾薇和燕营 会定时前往回收定点 领取包装材料 再根据商家的需求 分类之后再转交给商家 然而有时会收到 因处理不当 而无法重复使用的包装袋 回收到的东西 状态真的很不好的 给了商家 最后不能用 那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尽量 从它粘合的地方捡 开起来它还有这么一个 这么大的大小 商家就很容易再利用了 它可以装很大的东西 为此两人制作了教学影片 向民众宣导 妥善处理快递包装袋的方法 从群组设立至今 才三个月的时间 提供包装材料的民众 日益增加 同时也有至少三十位商家 想念重复使用包装材料 现在这个它的封口一定被剪过了 你要自己封 从上半年之后这样 你封锁 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件 如果我没有去帮忙 我收回来 就是一步就做更多的事情 在我们拿到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给回一些 给这个收回 谢谢 谢谢 不管什么东西 都是从自己一个小中间做起 当你变成一个习惯了 你就会大自然的一个守护者 谢谢 大爱新闻 蔡吉根李嘉宁马来西亚 采访报导